小聲...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大愛人物志 我是阿民 安心睡 快樂吃 歡喜笑 健康做 是正言法師祝福大家的人生世保 咱們今天的特別來賓 就是進了慈祭之後 才學會歡喜笑的人 小偉人呢 我們來看看她的照片 這位就是今天的最佳女主角 家住桃園的吳慧珠師姐 還有她陪伴的慈青同學的合照 跟大家報告 從小家教非常嚴的她 被媽媽規定 你不能隨便亂想 後來結婚之後 先生還覺得怎麼娶了一個 不會笑的太太回家 40歲的時候糟了 無常找到她了 乾燥症爆到 讓她全身的關節 常常莫名其妙的痠痛 讓她痛到曾經想要自殺 你想知道她後來如何 歡喜抱病做志工 讓自己笑了之外 還讓身旁的人也跟著笑咧 我們來看吳慧珠師姐 心開運轉服就來的故事 我心想要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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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是很輕易地 和慈青打成一片 只是十多年來 在吳慧珠 雍容開朗的外表下 並後卻如影隨行 她的那個襪套裡面 要穿很多鞋墊 就是要放鞋墊 才不會就是 踩下去才不會 地板是硬的 腳踩下去的腳才不會痛 我們會幫媽媽按 因為媽媽常陪伴我們 然後有時候媽媽就是 看媽媽很累 就會主動過去幫媽媽按摩 柔衣疲倦 來自於罹患一種 免疫功能失調的疾病 乾燥症 導致全身黏膜受侵蝕 最嚴重時 骨頭曾經痛到 像是被菜刀剁 這讓吳慧珠的每一天 都得靠藥物來支撐 那因為吃那個藥 所以我的這個都是黑的 所以我很感恩 它沒有讓我黑臉 讓我很漂亮 不做護健它又沾綿 你使用過度它又發炎 所以你要每天跟它拔杯 請大家好好的 如果是躺在床上的 等到20年 那你倒不如 精進的去做5年 這樣就好了 那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不能動了 可是我的回憶裡面 都是慈激的活動 它可以陪我躺在床上做 這也很愉快 那個那個是什麼 那個玩具 那個大熊 那個大熊 對 孩子在這個過程 寧可在生命枯萎前盡情燃燒 也不願讓病痛消磨抑制 回想過去的人生裡 吳慧珠咬緊牙根拼命工作 拉拔三個孩子長大 只盼逝度的先生 能早日清醒 生命能出現一線曙光 以前的話說真的 我們在世紀很辛苦 我賺的錢有沒有幾乎都是賭光 其實失敗 對 根本就是不配當爸爸 只要他一躺下來 我就知道下面動作是什麼 你訓練也很好 不是因為他如果不動 我就會踢下去 我就會踢下去 你怎麼不動 他就搶手機來進去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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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三 真的要祝福這對夫妻 生生世世都在菩提中 都能夠結份不散的法源 今天真的感恩惠珠師姐來之外 黃維瑾師兄也來 你真客氣 所以以前自己不配當好先生 現在當好師兄、好爸爸、好阿公 還有我們陪伴的仿視團隊 古興晃師兄 感恩 感恩 我們古書就是由你老家來講 以前小時候家教嚴格 不能隨便笑 起來有志 希望莊嚴 希望不要這樣亂不笑 破壞了自己的形象 後來嫁給他之後 又不能笑了 因為師兄帶給你許多的苦惱 對啊 因為嫁給師兄之後 師兄就他沒有把經濟帶回來 等於說你自己要去扛起那個經濟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那我怎麼會笑得出來呢 所以就沒有沒有笑容 所以師兄會常常埋怨我沒有笑容 所以娶了一個不會笑老婆回家 原因就是你自己 自己所造成的 嘿 你有哪些不好的習慣啊 以前我在還沒有進去實際以前有沒有 吃 就是沒有嫖 就是堵 樣樣都精通了 可以說是精通 都不行了 你怎麼會喜歡喝酒搓淹賭博 什麼原因 因為喔 也可以說是自己好玩啊 好玩啊 所以說並不能怪任何的誘惡 只是純粹是自己好玩 你這是男子和大丈夫啊 聽說因為家裡環境的關係啊 就是您的長輩也有這樣的習慣 所以你看在眼裡 嗯 就想說以後我長寒了 我馬上試看看啊 好啦不要擔心大人了啦 就是自己愛玩 對 哪一個你覺得最嚴重啊 賭最嚴重 我在賭的時候有沒有 以前我在做環保的時候有沒有 還沒有做完 我在等著BV課在想 想怎樣 老婆請你回家吃晚飯 不是 是有人在叫喬喬啦 喬喬苦了啦 我環保 但是我有一個原則 我一定會把環保做完 我才會陪他們玩 你也蠻有義氣的啦 嗯 該做的要做好 對 但是該玩的時候 你也不放過 對 所以他就是這個個性啦 賭真的讓你覺得說 家裡的經濟要顧呢 雖然人回來了 但心沒有回來 對 所以你也笑不出來 慢慢的40歲以後發現身體狀況 好像有一些不舒服喔 因為我一直是從事偵測業嘛 那開始不舒服的時候 我們就會比較單純就想找中醫師條 會不會是說更年期提早報到 那中醫師那時候就是可能開一些藥 剛開始是可以緩的嘛 那醫師也是建議你說 你在整個做偵測業的過程裡面 你就是沒有起來活動 運動 都靠在那裡 對啦 他說你都靠在那裡 還假裝你覺得很鬱鬱 你就是 你就是變成說 這樣對你的身體不好 是 對 那鐵棠主要也是中藥家 也是復健就是一路做 鹽皮也是這樣鹽 但是就是都找不到病因嘛 對對對 都找不到 然後就是 因為經濟的問題 你也是就想說 啊就 反正 你欠錢你欠錢的時候 你沒想到說 你身體疼 就是變成都吃雞疼的最快 都吃雞疼的油比較快 這樣吼 就沒什麼要去做復健 聽說拖了十年才終於知道 原來得到了乾燥症 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的企劃提供的資料 乾燥症就是一種 免疫功能失調的疾病 耗發於四十歲初期的婦女 差不多就是你那些東西的 你那些人 會攻擊連膜 造成淚液唾液分泌減少 身上所有的關節會疼痛 痛到真的 有人啊 呼天搶地也救不了了 對 那個痛是 真的是 晚上的時候就是人家拿的菜刀 在剁每一個關節這樣 那個手是硬邦邦的 你一定要把它彎起來才不會痛 這樣啊 對啊 所以師姐都睡不好 還是你倒頭 你滾滾滾 你滾滾就不知道啊 我知道 但是 又能賣我好了 我們不是醫生 只能在旁邊陪伴而已啊 我知道他做志工有沒有 都是拖著腳在做 抱病在做 對啊 那你為什麼要抱病做志工 就是會覺得說 如果今天的生命是有限 或是一直都是這麼苦的 那你何不把轉苦化成去付出 在付出的過程裡面 你會忘記那個痛 啊 上人說的嘛 轉念就好 而且要痛快痛快 對 想辦法克服 躺在床上也不是辦法出去做 還可以轉念啊 轉移注意力啊 你會不會不捨啊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有沒有 所以我 師姐也鼓勵我 見習 培訓 所以我把不良的嗜好 一一個都改掉了 都借掉了 那你這個聽說讓你決定啊 要投入慈濟的原因之一啊 跟一個晚上發生的一個故事有關係 那像你書正已經受情了 承擔了訪視的任務 有一次晚上陪著一個被狗咬傷的個案去醫院 但是一開始是師兄載著 一位男眾師兄 師誠師兄載著你跟那位個案到醫院去 對 但是他很聽上人的話 守戒律 晚上男女不得孤獨同車一試就對了 對對 所以就說抱歉 我要收概率了 守戒 那我要回家囉 就把你跟個案拋在醫院裡面 但是你說那這樣也不行啊 所以請他回去叫你先生啊 嗯哼 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確實有發生過 我就是因為發現這樣子有沒有 自己的老婆自己要照顧了 所以說 我也跟著師姐的鼓勵 見習培訓 所以我進入了自己吃成隊 做了之後跟以前吃喝賭 最大的不同在哪裡 第一個不缺錢用 第二個很快樂 我的經驗就是做環保以後有沒有 不用人家吹 我自動會到達5點半出發 到6點一直到現場 呵呵呵呵 他很守時 他對守時又很 所以他守時做環保 守時獨博嘛 沒有那是還會進入自己以前有沒有 我不能破壞自己的形象 所以我借了 所有都借了 好 非常好 我覺得師兄真的是 男主犯大長男 老幾代說給你知道沒關係 但是我告訴你 我改了 也歡迎大家一起來 改難不難 不難 有心 就不難 對 對不對 就像師姐一樣 以前心中會有個結 結不開 那他放下了 因為他學習 如何去善結 如何去包容 如何去愛 譜天下 每一個跟他有緣的人 很怕你吃什麼好料 對啊 沒有啦 沒有啦 沒什麼菜啦 真的沒什麼菜 你就沒再吃 那些什麼柳橘油啊 不要吃那吃那中風 沒有啦 當季的青菜多吃 像個媽媽一樣 苦口婆心的叮嚀飲食 並和志工一起鼓勵獨居的張先生 在家做回收 吳慧珠只要一投入社區訪式工作 就會充滿幹勁 很容易 與每個關懷對象成為好朋友 我們他也不接受我們持續幫助 他覺得他這樣可以安平樂道 他覺得他這樣就好了 我幫人家做一件事 我覺得心裡都好開心 咦 給你們休息了 跟我們學的 我跟妳講過 我有跟妳講過一句話 那我們要去跟師父跪鄉 平時在社區裡向老人噓寒問暖 每個月最後一個周日 吳慧珠也會和先生一起回到彰化老家 探望老母親 以及罹患智能障礙的小妹 那兩人都很怕冷對不對 對嗎 這很怕冷的就像你啦 對 生這個外面有像你嗎 有 有 生人喔 那兩人都很熟的對不對 嗯 那兩人如果生去都幾間把他砸光光對不對 有啦 有啦 沒那麼厲害嗎 有啦 兩人有那麼厲害呢 那妳是在無用車啦 那是熱捨不可以放在這裡啦 好 妳坐在這兒 快點乖啦 她的血路循環不好 所以她永遠是冰的 面對老小 吳慧珠一如以往的虛寒問暖 但會想起兒時 媽媽經常無來由的體罰她 又得承擔照顧小妹的責任 這些年親人接連凋零 望著孤獨的媽媽 她心中曾閃過一絲無情 兒子先走嘛 接下也媳婦嘛 接下來 最疼妳的先生也走了嘛 那留下妳一個人 我那時候心裡面 甚至還有一點點的 很不好的壞念頭還在 我會覺得說 就是說 妳也得到保應了 我那時候真的就是這樣想說 妳那麼壞 妳看妳得到保應了 我怕 現在就 把她當自己的女兒一樣了 就心疼她了 妳說什麼 妳幫妳頭說給我聽 這先妳賺大錢 這有幫我請我的老請妳 放下心中對過往的怨懟 現在的吳慧珠 珍惜與母親相伴的每一刻 這是為人子女 千金難買的幸福時光 不是一家人不禁一家門 這輩子能夠成為眷屬 一定都是壘事結了緣 對 妳應該提到這個 竟然曾經有那種負面的想法 說媽媽的報應到了 對那時候我已經受證了 那時候我已經受證了 其實那時候我的孝順 其實是真的是 聽上人的話 做好弟子 一定要回去看媽媽 那時候就有時候看媽媽 那真的很感恩是 後來自己在訪事的過程裡面 就是一段的姻緣 就是我說對著人在對著時間說對的話 我在看個案的反應 那就是 因為古師兄 他突然間的恍然大悟跟我說 原來你媽媽的打你 是為了培養你反應機靈 當一個仿式幹事 那時候再加上 因為剛做醫療志工回來 去幫老人家在放射科的時候 穿鞋子 在穿鞋子的時候 眼淚自己會掉下來說 跟我沒有任何親緣的人 我都可以這樣對待 我媽媽打我 是因為她自己的 因為媽媽真的是 應該是說她也受了蠻大的壓力 那時候你一切的善解就是會覺得說 如果今天她打你死是為了讓她自己的情緒出口 那這個打做子女是應該承受的 所以在那個過程之後 就覺得是真的自己沒有聽上人的話 只是做一個虛面的回去看媽媽 所以那時候真的很懺悔 我覺得師姐妳真的是大懺悔 我們常說懺悔得清淨 還不夠 懺悔要改過之後才有辦法清淨 對 妳很老心 妳聽上人的話 要行善行孝不能等 但是變成像是 這個 例行公事 為家看媽媽 跟她看而已 那心中的解還是解不開 我不想去碰她 我不想去碰她 連跟她互惠我都不願意 蛤 妳就是讓家庭嫁別人說 這個女兒很友好 嫁出來了 照時間回來中華 看我的媽媽 我有回來看媽媽這樣而已 那真的要感恩我們的谷師兄 谷師兄你也是我們的訪事的團隊 你也跟她在組隊上都有合作 她是和氣副組長 你是和氣副隊長 你們兩位也都是訪事的幹事 也都陪伴了慈青 大學的孩子們一起成長 所以你就知道說 她的致命傷精中造在哪裡 在那個當中 大家慢慢比較熟悉 所以可能突然就蹦出那一句話 可是我也不知道說那一句話 對她來講是一個很大的震撼 或是一個很大的助力 所以兩位找到了新的人生價值 不是賺錢 不是享樂 而是要服務人群 對不對 好 今天除了我們的谷師兄做親友團以外 我們兄弟裡面也有另外三個人要講話 包含你親愛的女兒 來聽聽看喔 我們父親也買了 我在台中 我媽媽 爸爸也叫我麥特使 說得好 我建議大小的老公 說有一點要出錢給我 我只好去櫈 我才有去櫈高 不然我沒有膽子 我們家裡顧好 我們家裡顧好 有刺激造成的吧 我記得有一次惠豬媽媽就是去開刀 然後那時候她開完刀 不知道隔了多久好像就是我們的社客 然後惠豬媽她就是坐在椅子上 然後那個腳還打著絲膏 然後她就這樣子為每一個來的學員頒發解人品 我們是多麼幸運可以遇到 像一位就像自己的媽媽一樣的陪伴媽媽 然後這樣子在照顧 甚至是忍著自己身體的病痛都要過來看看 她的死心孩子好不好 她曾經有跟我講說她好希望她一覺起來就是 就是就是都不要起來了這樣子 我就說不行 我說我還沒有結婚 我還沒有生小孩 我說你不可以有這樣的念頭 所以我就說你不行 我說我需要你 你不可以這樣子 後來我很親信她又走出來 我就說反正現在你是當我的小孩 我就我疼你 我說我會疼你一輩子 我會養你一輩子 你都不用擔心 孩子長大了 她知道媽媽的痛苦 不管是身體的苦心理的苦 她懂了 她了解了 我很感恩我生到一個菩薩孩子 她甚至希望你好幾年你就可以退休 全職做志工 我可以資助你金錢上的花用 她真的是 我在45歲 我45歲她剛好她大學畢業 差畢業前兩個月 那剛好我父親往生 然後我就是 可能是因為哭泣的關係 我回來就穿不 那個針線我就穿不過去 她就跟我說你不要做了 你去做你最喜歡的事 你就去全職做你的慈激的志工 兩個月之後我來養你 那其實那個時候 弟弟妹妹的生活費 都是她付的 這樣喔 對 孩子大了 師兄長智慧開智慧了 你看她的名字 微景啊 以前對那個景啊 聽說算名字怎麼說 她說她怎麼賺也賺不好賺 因為她靠坐 妳賺不賺嘛 不過我們上人說 絕景之人 取之不絕 所以反過來 還好我們兩個都走進慈激 所以我我真的很感恩一路上 所以我最近常常跟個案分享 辛苦病苦 只要有愛都不苦 我已經來了 我來疼惜你了 然後我們一起 我們一起依靠 然後站起來 靠自己的力量 是 所以有愛陪伴就不孤單 有苦的人走不出來 咱們有福的人就走進去 知福惜福再造福 好 所以啊 我真的很佩服我們的慧珠師姐 吳壤壤壤已經說吧 譬如傳世生有病啊 若有堅舟有渡人 他就是最好的一位 走入我們生命裡面的人間菩薩 也要祝福你 身心都更健康好不好 感恩 感恩 繼續背叛書 身身世世都要在菩提中 感恩苦師兄喔 祝你們和福都平安 感恩 感恩 感恩大家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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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